大家好,我是兰花又一开 这期视频我跟大家就分享一下 当我们收到这个兰花以后 如果您买的这个店铺或者是这个出处 您认为不安全的话 我们怎么在家给这个兰花托菌 我们首先收到这个兰花以后 先把这个叶夹清理一下 看到见吗,这个叶夹上的老叶子 我们小心一点拨块 看看下面有没有芽点 如果这个没有芽点的话 我们就可以把它清理了 这下面还有一个挺饱满的芽点 我们在捏这个芽头的时候 要小心,因为这儿有一个芽 看见吗,您自己的苗子也是这样 要小心这个芽 然后检查一下它有没有空根烂根 检查一下它这个叶子上面 有没有不正常的那种定态的焦点 黑点一类的 这个苗子芽子还是蛮好的 然后我们就找这个水管 水压大一些的 我们就冲这个芽头 不要怕冲坏苗子 不会冲坏苗子的 水压稍微大一点的 这个芽头和根的连接点 还有这种根 我们都要彻底把它冲一下 这里面一点粉末脏东西都不要有存留 一定要把它冲得特别干净 这个动作对于这个给我们新到家的兰花抽筋 还是很有必要的 不要怕这个冲坏的 不会冲坏的 然后我们再下一步做什么 用一点牙膏 对,这个就是牙膏 我们给这个花 这个芽头和根的这个连接点 还有根 我们都要刷一下 是顺着刷 不要来回刷 轻一点 这个不要伤了这个牙 千万不要伤了这个牙 就这样 要轻一些 把这个根 一定要轻一点 用这种特别软的毛 我的牙刷 这个主要是防止什么 就是如果您对这个商家没有信心的时候 这个拖一下菌还是很有必要的 其实这个不光是一个杀菌的过程 这样的话你把它处理好了 你再种以后 这个根原来这个老头这个连接点 就是这个牙一定要特别小心 因为像这种单苗 我们买的就是这个牙 其实像这种比较贵的品种的话 如果一起入太多苗的话 也是这个经济上压力也太大了 如果我们就引着一个单苗 这种前楼苗的话 带一个牙就比较合理 然后像这样稍微贵一些的品种 我们就买回来 就是一定要给它彻底的做一些拓菌 这样我们在日后种的时候 才会放心 不然的话 这个要是一旦有什么问题的话 这个损失就太大了 这个时候呢 我们把这个根 再用这个水冲一遍 冲干净 叶片都冲干净 这样冲完了以后 我们要怎么做 泡药 这个药的比例和名字 我等一下会打到评论区之顶 这样我们就把这个根和炉头 泡在腰下面 用一个东西压着 这样大概泡一个十分八分的就可以了 这是一个很完整的给兰花脱菌